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layHK 又是我 Leo 和大家玩這隻Monhunt 今天就是4月27日 這一天,大家等了很久的彈丁任務 這套裝終於有得打 我們就來到任務板 承接新的任務 然後選擇活動 然後就會看到這個零零四四是英文的任務 就是打這個,在競技場裡打的 一共打4條龍 有一隻是炎黃龍,大家要留意的 第一條打的是曼鶴龍 這條曼鶴龍也挺大 不過是否大金呢?我不知道 打到是我也不知道,因為我已經拿了 第二條就是橙爪龍 這條橙爪也挺大 感覺都像大金 正常在等怪的時候 沒什麼東西要做 就在那邊打 三個在那邊打 第三隻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火龍 等一條炎黃龍沒什麼東西要做 那時候要做什麼呢? 沒錯,又是繼續打 好像吃了蟹頭丸 很興奮 不斷打 不斷打 放到綠色的粉末 現在不斷打 現在不斷打 最後一隻就是炎黃龍 還有古龍 這條炎黃龍都相當之大 大隻的 目七都有機會是大金 未來的朋友可以打這個任務 試試打有沒有大金 經過一段時間 之後就搞定了炎黃龍 用的時間都不是說用了很多 用了三個字 就搞定了 最後等的時間要做什麼? 油韌 我們這個任務最終的目的就是 要打這顆熊魂石 就是用來製弄魔鬼的那套裝 就是要這顆的補石 一共是需要七顆 打齊七顆之後就可以來製裝 這次呢 這套裝就不像以前阿龍 或者地平線 就拼死整套 不是 這次呢 我們是可以 用來混裝 大家看到就是這個 彈丁的裝備 那就可以 喜歡我只穿頭 又可以 或者只穿身 又可以 那我們就 整套穿上身 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那是輪圍都轉了 那先看看他的技能 頭就是弱點大學1LV 看破1LV 那這套裝就 只有一件 就沒有像其他裝 有分這個 Alpha或者Beta 那樣的樣子 然後身就是回避性能 1LV 看破1LV 手也是回避性能1LV 特殊射擊強法1LV 腰就是回避性能1LV 力量解放1LV 力量解放1LV 腳就 比較強 就是弱點大學2LV 而且還有2個洞 看來 暫時來說 最強是腳 那我就先做一套裝 先做一套裝 我想看看他怎樣把假髮弄出來 整個假髮弄出來 其實是 是真的弄一個假髮 就這樣弄一個假髮 好 那我就整套裝弄完了 那我給大家看一些材料 最貴的 其實都是炎黃龍的保育 其他材料都比較容易有 那武器方面 彈丁這裡就只有1把武器 是適用的 就是這個充能斧 就是這把彈丁的魔劍 那就是這一把彈丁的魔劍 立方的一件需要1顆 這個紅雲石 但是武器就需要2顆 所以總共要7顆 那這件裝備就需要這個 蠻惡龍的保育 和這個慘爪龍的保育 那我就先做它 那這裡可以給大家看看 整個彈丁的圍 已經是出來了 不算耳塞 因為耳塞是我的護石 如果就這樣裝過 頭加上腳已經有弱點特效3級 回避性能3級 看破2級 力量解放1顆 特殊射擊強法1顆 儘管和大家試試這把武器 不過事先和大家說明 我不是很懂得用充能斧 所以未必真的用得很厲害 大家不要見怪 那我就跟回它的制感 首先就是就這樣3個型 那把劍出來的時候 都已經看到彈丁的手 已經有一個紅圈在這裡 看到嗎 就是這樣 普通的劍就沒什麼特別 不過呢 斬到最後一刻 它的身體會閃一閃 那就是一些儲力 就試一下按住R2儲力 就會變成很大把 然後就試一下變形 感覺好像是彈丁走了一個人 就像是螢蟻世界一樣 這樣 跟大家找龍打一下試一下 這次是我第一次用充能斧 來打龍 所以一定打得不好 各位不要見怪 多多不合 多多不合 對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喜歡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希望魔王亨日後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角色可以混進來 好像彈丁,讓我們感覺好像某一個卡通世界的人物走進來打龍 魔王還有什麼資訊或攻略都要拍片給大家聽,我們下集再見,拜拜!